7月15日人大华首次执导的电影《迷离夜》举行卸票仪式 《迷离夜》除了恐怖色彩外还讲述了些许的人间冷暖 首次跨行导演他倾注大量心血 更舍弃自己的酬劳放在电影制作上 可见他为戏痴狂的程度绝非一般 当天他还爆料女儿时常问起自己为何不能观看《迷离夜》 对此人大华也是相当无奈 因此表示下一部已经确定的鬼片电影要符合小孩子观看的标准 我说爸爸现在拍这个电影主要是为了情人人看的 那小孩子不能看 我希望下个电影能够给小孩看到 任大华的第二部鬼片电影目前正在筹备当中 拥有千年的古书以及云蒙蒙的苏格兰是个十分理想的拍摄性地 他也希望妻子与女儿也可以参演该片 找几起吧 几起那么高 我觉得他做一个很高很高很高的烟鬼 我觉得也蛮适合的 女儿可能他看吧 女儿不会来 但是其实我可能叫他柯川 演一个很高很高的 很高贵的 很厌贵 我觉得这样蛮够人 鬼片向来是港展片最重要的类型之一 近些年鬼片也大有回潮之势 任大华在《迷离夜》上映之后 即宣布第二部筹备的片子也是鬼片 看来他也想借助鬼片奠定自己的导演之路 太好了 我还不想借过 太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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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